四分解的题目 有很多很多 我是觉得挺有趣的 那么提型的组合超多的 当然一般学校在教的 或者说比较时常出现的 就跟大家讲 那因为我这里选的题目 是属于比较中南的 所以每一种提型都出现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提型更多 我们在国中 我们现在所讲的范围 都还是国中的范围 并没有超过国中的范围 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 参考书出来的题目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高中的范围 目前为止我们出的题目 基本上它都还是国中的范围 好 城开来 我们说X平方乘以A平方 我们这样子写其实不太标准 我们习惯把A写在前面 X写在后面 就是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列 ABCD我们习惯A平方 X平方 后面写B平方 X平方 加上A平方 Y平方 这一题 就是另外一种提型 只是让你做做看这样子的提型 我觉得还好 就是你只要展开来 答案就差不多出来了 这里你可以直接的出来吗 像我们就可以直接出来 因为我们乘法公式就很熟嘛 A平方 X平方 前向的平方 再加上两倍的前向跟后向 那么因为前面是负号 所以我们这边就负号 两倍的前向后向相乘 那么后面呢 再加上后向的平方 后向的平方是B平方Y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就直接画出来 并且帮它做一个变好 同学检查看看它是有相同的 好这个地方是相反数 相反数相加等于0 好再来一个是B平方Y 这里也是相反数相加等于0 好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是B平方X平方 减掉两倍的ABXY 再加上A平方Y平方 同学会问 为什么我写完这个之后呢 我不写这个 直接写这个 因为我们在贝公式的时候 是不是 乘法公式里面核差平方 都是前向的平方 加减两倍的前向后向 再加上后向的平方 那么我在带小孩子 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跟小朋友先把2的这种概念 把它放进来 或者是先写给同学看 养成这个习惯 那么未来再解题目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会利用这个惩罚公式 你就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好你可以看 我们这里是前向是BX的瓜糊平方 后向是AY瓜糊的平方 你看一下中间向的部分 是不是减掉两倍的BX还有AY 对不对 看到没有 于是 整个项目就会是BX减掉AY的瓜糊平方 好 成出来 答案就出来了 看起来很像很痛苦 事实上 一种提醒 你参考 同学分析一下这里 这里是前向 这是后向 有相同的对不对 我们把相同的东西先提出来 相同的部分是X加1X加2 里面剩下 前面的项目剩下X加2的瓜糊平方 后面的项目剩下X加1的瓜糊平方 好 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平方差的公式 前面抄 我觉得这个单元对女生来讲是很好的 女生字写得很漂亮 在写X这些式子的时候可以写得很漂亮 可以写得一大串 平方差我们把它化简出来 X加2加 先写加再写减 你要先写减再写加也可以 但是你在写减号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变好 好 好 接下来就整理 两个X加3 这里X消掉了 加2-1 没有了 好 这里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 这是第一小题 我们再做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是这样 这里可以一组 然后把这写在前面 这个写在后面 因为这里有负号 把负号提出来之后 不是这样 因为这里是1 所以怎么样才会有1呢 我们来这样子分 我们先把它写成 这样子我们先写 第一个是1-a的平方 后面的那个项目呢 把b提出来 b平方提出来 b平方 -5的b平方提出来 那么里面就会剩下1-a平方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这里是1-a平方 把b提出来 1-a平方提出来 同学这里不要忘记1 这里有一个1 剩下1-b平方 1-a平方是1-a 1加a 1-b平方是1加b 1-b 好第二小题OK了 第二小题也是 这种题目 像这个题目还好 这个题目我觉得 你要稍微做过才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 你看这里是不是1-3 -4 1-3 跟-4-12 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这一组 这一组 提出来x平方 提出来x平方 剩下x-3 这个 提的是这个 后面呢 我们再提出来一个 3-4 寸4 就里面也是x-3 在这里呢 我们提出来 x-3 里面的项目会是x平方 -4剩下的 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想办法说我在解题的时候 要怎么讲小朋友才能够听得懂 所以我就会跟小朋友讲说 剩下 让同学知道说这里是剩下 但因为这个中瓜糊 你不能把这个写成最后的答案 我还会再整理一下 再重新写一遍 然后把它该写成都是小瓜糊的这种答案 好 这里OK了